右插脚,左插脚 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什么 我们用很强的着力 或者僵劲来带动我们的身体 在这样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既不能保持平衡 也不能保持放松的状态 更不能保持身体的中正 所以在抬腿的过程当中 都是什么 以身体的中正为主 我们去做一些动作 站稳以后提膝 然后开步,拍脚 尽可能的是看手 手往下走,提膝,抬脚 身体是要保持一个静止的状态 所以在练拳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要为了拍住脚 而用蛮劲 看见人就比较紧 整个就凑在一起 所以在练左右插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有意识地去守我们身体的静 好,高探码 左手找右手 好,双手下移 向左横开 翻掌上提的时候 同时领起来左腿 盖部和十字手 移重心 双手上捧 双手向上捧 站稳 守住身体 不要乱动 然后侧部提膝 弹腿的时候 手与脚相合 脚跟落地 合十字手 白脚转身 双手上捧 好,身体站稳以后 然后侧部提膝 好,然后双手打开 啪,白脚 好,脚慢慢落下 合十字手 双手打开 左脚后扫 转 左灯跟 那么顾名思义和脚后跟 和我们的跟件是有关系的 那么在练这个左灯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 是什么 要勾脚 侧踹的过程当中 勾脚 一定要勾自己的脚尖 然后用脚后跟往外走 我们可以这样去感觉 膝盖一点也不受力 千万不敢在侧踹的过程当中 用脚尖往外这样 有这样撩的意思 一旦有这样的过程 那么我们膝盖有一个 很强烈的一个 反关节的一个劲 这样膝关节是非常容易受伤的 所以在练左右灯跟的时候 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什么往外侧踹的时候 一定要勾脚 脚后跟 用力 这样膝盖是没有任何受力的方式 只是肌肉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切记 不敢意识 换扇 一定要正视这个动作 好 接下来我们做左灯跟 好 合十字手 提走 提息 恩根 走 好 好